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女邵素云及幼子邵为中 1942年 抗战爆发 邵义夫不顾生命危险 走上街头播放抗日电影急发传单 不久更被日本宪兵队抓走 邵氏影院也被摧毁殆尽 没有邵义夫在身边的日子里 黄美珍一边独立苦苦支撑邵氏家业 一边想办法脱关系救出邵义夫 可谓风雨同舟 相濡以沫 可是慢慢的 孩子和家庭琐事 绊住了她的脚步 黄美珍的经历开始跟不上邵义夫的野心 也是在这个时候 方艺华出现了 1952年 45岁的邵义夫 来到邵氏戏院楼上的夜总会听歌 正准备离去时 被一首甜美的《花月佳妻》留住了脚步 通过逝者她了解到唱歌的就是方艺华 立即让逝者送上一大束鲜花 演出结束后 邵义夫带着方艺华一起吃了宵夜 席间一番长谈 邵义夫惊喜地发现 方艺华不仅人长得美 歌唱得好 而且还懂得许多业务经营管理上的事 这正是她的公司最缺的人才 邵义夫力邀她加盟邵氏公司 方艺华心动了 她想知道换一种活法会是什么样的未来 不顾亲友们的劝阻 方艺华在歌唱事业最如日中天的时候 退出了歌坛 加入了邵氏公司 从文员从采购部做起 一步一步学习管理知识 走到了和邵义夫并肩的地方 方艺华从没有想过威胁黄美 黄美珍的地位 但是黄美珍第一次感受到了威胁 她太像年轻时候的自己了 精明强干又青春靓丽 这正是如今的自己做不到的 等到外界第一声喊方一华 六婶的声音传出 黄美珍知道到了自己该走的时候了 晚年黄美珍带着两个女儿 一直生活在美国 一直到1987年离世 享年85岁 邵义夫还是爱黄美珍的 发妻离世她悲痛欲绝 邵氏影业停业一年哀悼 二方一华 方一华是邵义夫的左膀右臂 她帮她建立电影帝国 她劝她进入电视行业 她勤力 她比她更勤力 她严厉 她比她更严厉 她不愿出面的事 由她出面 她为人顺和 从不出恶言 所以需要黑脸的事情 都由方小姐出面 她俩一起并肩搏杀50多年 却一直分开居住 两个人各有各的居室 只在周日相聚一下 这么多年 她不像是邵义夫的妾室 妻子 更像是助手 伙计 以及拍档 方一华几乎用一生的时间 让邵维明兄弟两个接受了她 1997年 也就是黄美珍去世10年后 90岁的邵义夫 和62岁的方一华 注册结婚 这时他们已经在一起45年了 这45年里 方一华没有要自己的孩子 几乎将一生都奉献给了TVB 70年代起 邵义夫又在方一华的助力下 成立基金会开始做慈善 助力内地的教育事业 前前后后投入 超100亿港元 建设各类教育项目 6013个 几乎捐空了家底 2014年1月7日 邵义夫在香港清水湾狱所去世 享年107岁 三年之后 方一华因病去世 享年83岁 三李京 李京别名李国英 14岁那年 他不顾家人反对 报考了邵氏旗下的南国实验剧团 因为相貌甜美 他被顺利地录取了 当配角二年后 他就被老板邵义夫选中 主演第一部电影《于美人》 出色的演技 让他荣获第十二届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 李京得奖时 还未满17岁 于是就有了娃娃影后的称号 邵义夫对他也是青睐有加 经常约他一起聊天喝茶 甚至为他动了结婚的念头 六七十年代 李京在港台两地红的发子 连续三年当选国语片十大明星之一 那时候的港澳台三地街头 商场到处挂满了李京的海报 他也是少女林青霞的偶像 后来 在男友雷绝华的支持下 李京与少氏合约期满后 决定不再续约 转而就与导演罗马组建长天影夜 然而 1979年 男友雷绝华突发心脏病 促然离世 男友的促然离世 对他的打击很大 后来妈妈又在豪宅的大厅中摔了一跤 永远地离开了他 爱人和老妈相继辞世 双重打击让他患上抑郁症 抑制消沉的他 无心演戏 只好退出娱乐圈 没有男友的谋划 妈妈的辅助 文化程度不高的李京 公司经营也发生了问题 接连的投资失利 让他放下身段 付出影坛拍起了风月片 而当时电影市场早已变成新人们的天下 在朋友的怂恿下 他又挽起了股票 新手玩高风险投资 自然是血本无归 茫然失措的他 经常被拍出入澳门赌场 借此麻木自己 结果是一件件首饰被当 一床床豪宅抵押 最后 一贫如洗的他搬到出租屋居住 他35岁前有多风光 后来就有多么穷困潦倒 为了防止他流落街头 邵一夫每个月资助他几万元的生活费 前脚给他 后脚他就坐上了赌桌 见他如此不争气 后来 邵一夫也停止了资助 2012年 李京被曝拖欠房租 屡次被房东告上公堂 面对记者的围堵 他不满地让记者只当没看到他 2018年 李京被人发现于出租屋中去世 他的至亲都不在身边 遗体一时无人认领 四曹仲 曹仲1993年赴港发展 签约TVB成为邵一夫手下爱教 他的英文名周周 都是邵一夫亲自起的 随后 他就得到无限力捧 与姚盈盈 傅明县等人 被力捧为无限无美 93年港姐冠军默可新 因为成龙特别欣赏他的高学历 硬将他推上冠军宝座 只是结果出炉后 邵一夫嫌弃这届冠军长得不漂亮 随后的活动中 邵一夫打破惯例 将冠军默可新冷落 而是签着刚签约TVB的曹仲的小手出席活动 引起港人的瞩目 曹仲虽然戏拍了不少 却也只能在观众里混个眼熟 捧不红的曹仲 渐渐的 戏份越来越少 但是 他依然与邵一夫的关系很好 即使方一华在旁边 他依然与邵一夫十指相扣 一起去饭店吃饭 一起去看电影 他在TVB的后几年 一直做各种旅游节目 在六审方一华的介绍下 本身就是内地人的曹仲 认识了不少内地商人 2011年 曹仲和内地富商 陈京低调结婚 并生下了女儿陈英华 吸引后的曹仲 经过多年打拼 他的身家早已过亿 如今 在港开设的餐厅超过100家 还与赌王四泰梁安琪合资 开设连锁甜品店 五陈松林 陈松林15岁 参加叶倩文唱歌大赛 一首临时时分助他一举夺冠 也引起TVB的关注 1987年 他以一头短发假小子的形象 主演电影 回马校园一炮而红 后来陈松林考上香港中文大学 他想回学校读书 却遭到父母的反对 走投无路的陈松林 住进了干妈家 和干妈的女儿阿宝成了好姐妹 陈松林决定一边读书 一边唱歌 干姐姐阿宝兼任他的经纪人 之后他结识了TVB的老板邵义夫 邵义夫对年轻 干练的陈松林十分欣赏 于是 亲定他与当红小生黎明合作 有老板的保驾护航 他参演了第一部电视剧 天涯歌女 随着该剧的大火 陈松林迅速走红 从此成为影视歌三期 发展的全能艺人 背靠邵义夫 这棵大树好成梁 之后的几年里 他也一跃成为与周海妹 朱音齐鸣的TVB当家花旦 迅速正下上千万身家 2005年 陈松林请了一个女助理 阿宝不喜欢这个女助理 就让陈松林辞退他 陈松林不同意 于是两人大吵一架 谁料 等他再回家时 发现他已经进不去自己家了 他向阿宝讨要自己的财产 但是阿宝就是不给 并且乌产他和女助理有私情 负面舆论扑灭而来 彻底毁了陈松林的事业 乌漏偏逢连夜雨 父亲不幸离世 他被诊断患上抑郁症 后来又查出患上了卵巢瘤 已经没有生育的希望了 好在后来 他认识了现在的老公张夺 张夺接受了陈松林 不能生育的现实 决定二人一起做丁克 如今生活也十分幸福 六张玉珊 十五岁那年 长相秀美的张玉珊 被星探发现 拍了人生的第一支广告 随后回到美国继续学业 二十岁回到香港 被经纪公司看中 成为了一位歌手 虽然唱歌不行 跳舞也不惊 演戏始终在二线徘徊 但是 他有一张美丽的脸蛋和高情商 不久 二十四岁的张玉珊 在干爹黄玉珊的介绍下 认识了向华胜 向华胜对他一见钟情 并偷偷地将他的生辰八字 给了白龙王 得知此女是灵同转世 一是忘敷命 果然 第二年 向华胜炒股 赚了十几亿 因此对白龙王的话 深信不疑 认定此女不可多得 有了当影视公司老板的男朋友 张玉珊逐渐退出娱乐圈 却展现了超高的经商天赋 在男友帮助下 只花七千八百元 盘下一间美容公司 不到二年的时间 张玉珊拿了五十万现金回家 让向华胜对他的经商 才能刮目相看 2003年 张玉珊的修身堂美容公司 成功地在香港上市 二十九岁的张玉珊 成为最年轻的上市公司主席 善解人意的张玉珊 颇合年近九十岁的邵姨夫心意 邵姨夫一个微表情 一个小动作 张玉珊就能心领神会 2006年6月1日 刘家昌首场演唱会 张玉珊搀扶邵姨夫入座 期间对她是关怀备致 后来在一次访问中 她坦言 她与六叔是望年交 六叔是可以倾诉心事的对象 如今的她依然是美丽动人 追求者众多 她是港姐的创始人 一生拍过一千多部华语电影 亲手创造了不可撼动的香港娱乐帝国 培养出了周润发 梁朝伟 刘德华 周星驰等巨星 她一生历经清朝 北洋政府 民国 抗日战争 新中国成立 103岁还在工作 104岁才退休 她就是邵姨夫 邵姨夫当年风光无限 身边出入的也都是年轻漂亮的女明星 以风流来形容邵姨夫 绝对不是为过 虽然她身边围绕无数女伴 但最得她欢心的并不是什么当红花旦 反而是不起眼的三线演员 及过气女星 当中李京 曹仲 陈松林 及张玉珊 堪称她的四大红颜 可是多情和长情 矛盾地统一在邵姨夫身上 她终其一生 只娶过两任妻子 且都是相濡以沫 黄美珍 邵姨夫第一任妻子叫黄美珍 新加坡富商之女 和大多数人一样 邵姨夫的爱情也是在打拼的时候相识的 她在南洋打拼的时候 认识了自己的原配夫人黄美珍 两个人一起度过了非常艰难的日子 可以说黄美珍见证了邵姨夫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 两个人经历了很多的患难时刻 他们很快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并且结婚后生下了四个可爱的孩子 成为了让人羡慕的幸福大家庭 本以为美好的生活就这样一直过下去 但是结果往往都是事与愿违的 他们夫妻俩已经相濡以沫走过了50年的时光 但是依旧没能走到最后 方亦华 当邵姨夫已经在事业上取得辉煌的成就时 方亦华出现了 她就这样插足了邵姨夫的家庭生活当中 方亦华作为一名歌手 并且精通于公司管理 因此在事业上能够帮助到邵姨夫 就这样 两个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无法言语的关系 邵姨夫也是越来越离不开方亦华 这件事情很快就被原配知道了 但是两个人也没有任何出格的事情 不过邵姨夫在自己80多岁的时候 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那就是要和方亦华结婚 这也就意味着要抛弃50多年的原配 但是邵姨夫根本不听劝 还是在自己90岁的时候 迎娶了方亦华 两个人也成为了合法的夫妻 原配也是在伤心之中离开了 邵姨夫也早就已经立下了遗嘱 就是怕自己的子女和方亦华发生矛盾 但是令他想不到的是 他的四个子女均拒绝继承遗产 似乎还是无法原谅父亲所做的一切 李京 14岁那年 李京不顾家人反对 报考了邵氏旗下的南国实验剧团 当时有2000多人报考 因为相貌甜美 他被顺利地录取了 与郑佩佩 江青 方云成为同期同学 签约邵氏公司后的李京 当配角两年后 就被老板邵姨夫选中 主演第一部电影《美人鱼》 在其中 一人分世附加千金牡丹和李玉京 毕拨仙子两个角色 让他荣获第十二届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 李京得奖时还未满17岁 就有了娃娃影后的称号 邵逸夫欣喜若狂 他不惜投入巨资捧红他 有意让李京填补巨星林黛去世后留下的空缺 邵逸夫对他也是青睐有加 经常约他一起聊天喝茶 甚至为他动了结婚的念头 后来李京遇到身家数十亿的雷绝华 两人一见钟情 1976年 在男友雷绝华的支持下 李京与邵氏合约期满后 决定不再续约 转而就与导演罗马组建长天影业 热恋几年后 他与雷绝华举行盛大的订婚仪式 正大大渴望与男友走进婚姻的殿堂 可惜李京男友跟母亲相继去世 李京从此荒度年岁 为了防止他流落街头 邵逸夫每个月资助他几万元的生活费 前脚给他 后脚就挥霍一空 见他如此不争气 邵逸夫也停止了资助 2018年2月22日 李京独自在出租屋去世 无人知晓 一旦亚洲影后落到如此下场 真的是令人唏嘘不已 曹仲 1992年曹仲参加美在花城比赛 并成为夺冠大热门 能说一口上海话的他 1993年赴港发展 签约TVB 称为邵逸夫手下爱将 邵逸夫第一次见他就说 你被录取的话是我推荐的 随后他就得到无限力捧 与姚盈盈 傅明献等人被力捧为无限无美 1993年港界大赛后 邵逸夫打破惯例 将冠军默克星冷落 而是牵着刚签约TVB的曹仲的小手出席活动 引起港人的瞩目 他在TVB的后几年 一直做各种旅游节目 在六审方一华的介绍下 本身就是内地人的曹仲 认识了不少内地商人 2007年 40岁的曹仲与无限合同约满后 选择离开TVB 曹仲决定 与向阳渔港集团的老板 朱小霞合作 朱老板在内地不同省份 开了40多间酒家 有了邵逸夫夫妻的介绍 朱老板决定投资千万 让曹仲在尖沙嘴和湾仔 开了两间面积有5000多尺的宁波菜石斧 文顶酒家 2011年 曹仲和内地富商陈晶低调结婚 并生下了女儿陈英华 新影后的曹仲经过多年打拼 她的身家早已过亿 如今在港开设的餐厅超过100家 还与赌王四泰梁安琪合资开设连锁甜品店 2014年邵逸夫离世 享年107岁 夫人方一华坚持以佳祭行事举办葬礼 并拒绝了包括香港特首前来吊艳的请求 演艺圈只邀请了珍珍和曹仲两位明星 而曹仲携女儿参加绍一幅葬礼 陈松玲 陈松玲15岁参加叶倩文唱歌大赛 一首《临时时分》 祝她一举夺冠 也引起TVB的关注 1987年 她也一头短发假小子的形象 主演电影《鬼马精灵》一炮而红 之后陈松玲和干妈的女儿阿宝成了好姐妹 陈松玲对阿宝非常信任 把所有赚来的钱都交给她打理 之后她结识了TVB的老板邵义夫 她对年轻干脸的陈松玲十分欣赏 于是亲定她与当红小生黎明合作 背靠邵义夫这棵大树好成梁 之后的几年里 陈松玲迅速罢平 成为名副其实的男神收割机 2005年 陈松玲跟经纪人大吵一架 谁料等她再回家时 发现她已经进不去自己家了 之后阿宝诬陈松玲 负面舆论扑面而来 彻底毁了陈松玲的事业 后来陈松玲去内地发展 拍电视剧《血为冷食》 认识了小八岁的张朵 恋爱五年后 两人结婚 而张朵接受她不能生育的现实 为了让妻子安心 她拒绝了妻子抱养孩子的想法 决定做丁克一族 并制定与陈松玲未来40年的生活计划 邵逸夫百岁之际 陈松玲专门在专刊上发文 回忆与邵逸夫在一起的往事 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两人交情匪浅 邵逸夫过世后 陈松玲还写张朵 深情回忆与邵逸夫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张玉山 15岁那年 长相秀美的她被星探发现 拍了人生的第一支广告 随后回到美国继续学业 20岁回到香港 被警警公司看中 成为了一位歌手 24岁的张玉山 在干爹黄玉民的介绍下 认识了向华盛 向华盛对她一见钟情 有了影视公司老板的男朋友 张玉山逐渐退出娱乐圈 却展现了超高的经商天赋 在男友帮助下 只花7800元 盘下一间美容公司 在媒体的大肆宣传下 张玉山的公司 靠着郑心仪成功减肥 成为响彻大江南北的品牌公司 善解人意的张玉山 颇合年近90岁的邵逸夫心仪 她聪明 美丽 优雅大方 从小培养出来的高情商 也派上了用场 邵逸夫一个微表情 一个小动作 张玉山就能心领神会 2006年6月1日 刘家昌首场演唱会 张玉山搀扶邵逸夫入座 期间对她是关怀备制 后来 邵逸夫因肺炎入院 回复后 邵逸夫没有立刻回家 反而约上了张玉山 两人牵着手一起外出去喝茶 邵逸夫过世后 张玉山参加了六叔的追思会 她说自己喜欢和年纪大的人做朋友 她认为这是一种缘分 后来在一次访问中她坦言 她与六叔是忘年交 六叔是可以倾诉心事的对象 张玉山如今已经40多岁了 她与向华盛分手后没有结婚 作为上市公司老总 住的是海景豪宅 身家已经高达3亿 2014年1月份 107岁高龄的邵逸夫 于家中去世 保守又激进 多情又长情 邵逸夫的一生 矛盾又传奇 她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 达则接济天下的古训 如今那些曾经成为 全港坦字的风月情势 堪比宫斗的豪门风云 都已经成为过去 随着邵逸夫的去世 影坛大亨的传奇也终将尘封 成为泛黄书页上的历史 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